許俊政業委員提出,希望在中國國內的中小學科要撤出英文必修科 以後英文不能夠在中小學中成為英語必修科 現在大陸好像有一個反英語的運動 即是不可以說in full swing 不可以說如火如途 不過一定是感覺到的 反英語運動 對我來說 just like water off the back of a duck 即是水過鴨背,是沒有影響的 我 over the years 得到的英文 no one can take it away 你就算了,圖書館以後沒有了英文書 no problem, it's in me 聽過沒有,英文叫 I breathe English 連我的呼吸都是那些英文字母 即是當然,你這樣說真的很囂張 我開玩笑 在英語學習的領域 I'm just a novice 我又想問 既然國內的人覺得 即是講英文是在歧視中文 那為甚麼你們2024年,2024年你們要考DSE 是吧 香港其實可以中小學都取消英文是必考的 可能的趨勢是這樣 I don't know might be a good thing 總之你們認為是好的事 我們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好的 多久 我會把這些信念都承受趕會 然後他們掛清真 我會用他 我會用他 我會用他